大家好 这一期我们来学习这一款暴力熊的编制方法 那这款暴力熊呢 用的是布条线进行编制的 这个呢 是一个花色 我们看一下 用的是这个133号颜色进行勾制的 勾出来呢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花色呢 可以看一下 这个线的一面呢 是这样一个颜色 然后另外一面呢 它是这样的 是正常的 有的新手在第一次接触这种花色布条线的时候呢 会说这里面怎么没有颜色 这个生产出来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勾的时候呢 直接进行编制就可以了 勾完之后它就是像这样的 然后店铺里呢 也有这个纯色的这个布条线 也就是一个颜色的 那么大家在你选择的时候呢 也可以联系客服 按照你的喜欢去勾出这个暴力熊的一个颜色效果就可以了 那么这款暴力熊呢 我们主要是用到这个短针的勾制方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编制顺序呢 是先从这个头部进行编制 头部勾好之后呢 然后再勾肚子 胳膊 还有这个脚 耳朵 给它组成到一起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来学习编织 那接下来的视频中呢 我还是用这个133号颜色 给大家讲解编制方法 大家根据你拍的颜色一样勾制就可以了 那教程呢 是以视频的方式 这里在屏幕的上方 我有整理一个文字图写 那有需要的功能可以自己截图一下 我们跟着后面的视频讲解 如果说你方法已经掌握了 那你可以对照截图的图写呢 去进行编织 新手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建议跟着视频讲解 学习方法进行勾制 那拿到线团之后呢 先把这个线线值给它取下来 我们在这个线团的表面上 可以找到这个线头 那有的时候可能会通在这个里面 要给它这样理出来 这样呢 我们就找到线团了 还有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在线团的里面去找这个线团 那线团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 可以用手呢 去试一下 好 凭感觉去找一下 这样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线头像这样可以掏出来 那就可以了 如果说在掏的时候已经乱了 那就不要再继续掏了 就用这个最外面的线头勾制就可以了 好 那头部的第一圈呢 是环形起针勾六个短针 我们看一下这个勾法 首先我们这样 右手拿好线头 然后左手挂线 那这里呢 给大家讲解两种冠线方法 先看第一种 这样小指绕线 然后织织挑线 好 这是一种冠线方法 那第二种呢 直接将线放在小指的上边 然后织织弹线 好 再进行编织 那这两种冠线方法呢 都是可以的 大家呢 看你自己的掌握 用哪一种都可以 像这样挂好线之后 然后这个线头像这样稍微留长一点 将线在中指上 像这样绕一个线圈 那捏住线 交叉点的位置这样拿好 然后勾针穿到线圈里 放到线的上边 好 勾针绕线 从这个线圈里把线勾出来 勾出来之后 我们勾一个变子针 那勾针绕线 从勾针上这个小线圈里 把线勾出来 这个变子针是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的 它是不算针数的 然后在手指套住的这个圈里 勾六个短针 那看一下短针的勾法 勾针穿进线圈 然后绕线 就是勾针头这样卡住线 把线勾出来 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勾针绕线 从这两个线圈里 把线勾出来 一个短针 我们在第一针上挂上记号扣 这样从侧边传过来 那侧扣的是一个V的形状 像小辫子样的 这个就是针目 勾在第一针上 那接着勾第二个短针 勾针穿进线圈 绕线 勾出 勾针上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第三个短针 勾针穿进线圈 绕线 勾出 勾针上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每勾完一针呢 这个上边就形成这个小辫子 这是针目 接着勾针是第一针 一二三 现在已经勾了三个短针了 勾针上的这个线圈 它是一个挂线的作用 是不算针数的 就数你勾的这个短针数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短针呢 已经是比较慢的演示了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 可以多看一下视频 练习一下 好 接着第四针 穿针 绕线 勾出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第五针 第六针 这样第一圈六个短针呢 就勾好了 然后在第六针上 挂上轿扣 一样的方法 侧边穿过来 那次呢 扣住针目 然后把这个第一圈呢 收紧 拽动线头 将这个圆圈呢 给它收紧到 没有空隙就可以了 这样拉紧 收紧到像这样的效果 然后把这个圈呢 给它连接起来 勾引把针 勾针穿到这个第一针里 针的上边呢 是这样一个辫子形状 穿过的是这个针目 然后后边的线都给它拿起来 放在勾针上 和这个圆片这样捏在一起 接着勾针这样绕线 把线勾出来 勾针上现在有两个线圈 我们勾引把针 引把针的勾法就是 前面的线 从后面的线圈里 这样直接勾线出来 连接之后 你看一下 在这个后边呢 它会形成一个小辫子 和这个针目上的辫子形状呢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辫子呢 要把它给收紧 不然新手 有的朋友在勾下一圈的时候 会把它误以为意 粘在就夺勾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这边左手挂线呢 是属于控制这个线的作用 这个时候给它这样绷紧 然后拿着这个圆片 中指按住上面的这个线 将这个线往上提拉紧 看一下这里的变化 好 这样这个小辫子呢 就收紧了 然后再把线拖过来 如果说这个方法 你没有掌握 没有收紧的情况下 大家再看一下 另外一种 我再把线呢 退过来 回到这一圈勾完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 那现在给它勾引发针连接 穿到这个第一针里 线头放在勾针上 然后勾针这样 照线勾出 勾针上两个线圈 勾引发针 前面线从后面线圈里 直接勾线出来 你看连接之后呢 后边都会形成这个小辫子的 第二种方法 这边的线呢 这样给它松下来 然后勾针上的线 给它这样带大 带大之后 捏着这个线 给它往后拽 这样拉紧 这里小辫子呢 也会收紧的 再看一下 好 这样这个小辫子 收紧了 然后再把线呢 拖回来 这个第一圈就勾好了 第一圈勾完 一共六针 那这里呢 给大家建议了两种 处理引发之后 小辫子的方法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 可以多练习一下 好 接下勾第二圈 六五短针加针 我们在勾这个暴力熊的时候呢 每一圈的开始 都要先勾一个辫子 作为短针起立针 然后再开始 你这一圈的勾法 大家要记住这个规律 首先勾针这样绕线 从勾针上线圈里 把线勾出来 一个辫子针 这是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的 它是不算针数的 好 然后取下第一针架扣 穿到这个第一针里 针的上边呢 是一个辫子形状 穿过的是这个针目 第二圈在勾的时候 这个线头 要一直给它放在勾针上 这样勾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边勾边藏线 勾完第二圈之后 就可以剪掉了 好 勾针这样绕线勾出 勾针上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一个短针 这就是第二圈的第一针 刮上记要扣 同一针 也就是还是这个位置呢 再勾一个短针 那再传承过去 这个线头一直放在勾针上啊 后边我就不再重复提醒 你自己要记的 绕线 就是勾针头这样卡住线 把线勾出来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在这一针的位置呢 勾了两个短针 这就是一个短针加针 那第二圈六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接下来的每一针里 勾两个短针 每一针里勾两个短针 一直勾到最后就可以了 那再看一下第二个短针加针 勾针穿到下一针里 线头放在勾针上 好绕线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还是这个位置 再勾一个短针 好接着第三个短针加针 下一针穿过去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 接着第四个短针加针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 接着第五个短针加针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 接着第六个短针加针 取下最后的这个交扣 穿到这一针里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第二圈的六个短针加针呢 我们就勾好了 在最后一针上挂上交扣 然后和第一针连接勾一八针 勾针穿到第一针里 然后这个时候线都不用管它了 勾针这样绕线 把线勾出来 勾针上两个线圈 前面线从后面线里 这样直接勾线出来 你看连接之后呢 后边都会形成这个小辫子的 那么我们再勾这个不条线的时候 因为它比较粗 所以大家就直接用第二种方法就可以了 这样给它拉紧 两种方法都可以 想象也可以 给它收紧之后 然后再把线拖回来 这一圈呢就勾完了 第二圈勾好一共12针 减加针数的时候 就从交扣的第一针 数这个辫子 到最后一针是第12针就是对的 如果说你的针数对不上 那可能就是你勾的过程中 出错了 自己没有发现 那也可以拆回来 重新检查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勾之第三圈 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为一组 一共勾六组 看一下勾法 首先还是勾一个辫子 多一短针起立针 这个线头你可以剪掉 也可以给它放在这 我们就知道线头的这面是反面 这面是落在外面的 这样区分一下 取下第三交扣 穿到这个第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针上 刮上记号扣 下一针里 勾短针加针 那穿到这一针里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第三圈 我们就勾好了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这是第一组 你会了一组之后呢 后面就是重复这样的勾法 把这一圈的六组呢勾完 那再看一下第二组 下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短针加针 先勾一个 同一针 再勾一个 好 接着第三组 下一针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短针加针 穿过去 先勾一个 同一针 再勾一个 接着第四组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 短针加针 接着第五组 下一针一个短针 下一针 短针加针 先勾一个 然后再勾一个 接着第六组 最后一组了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最后一针取下 接二扣 勾短针加针 这样第三圈的六组呢 我们就勾完了 勾完这之后呢 大家自行的减长针数 在最后一针上 刮上接二扣 和第一针连接 穿到第一针里 绕线勾出 勾引发针连接 好 这样引发连接起来 后面你看 新人的小辫子 要给他拉紧 不然新手有的朋友 在勾的时候呢 说我这里为什么会多针 可能就是你勾在这了 要给他收紧 收紧之后 你下一圈 你看这里就很难穿了 对不对 就不会再多勾了 勾的时候 请检查一下针数 多核对一下 好 这样第三圈勾好 那接下来我们勾之第四圈